3月23号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五场开启十四五迈向新征程新闻发布会 省教育厅介绍了我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举措和工作部署 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十四五期间 我省将深化体育教学模式改革 打造三大球两小球和冰雪传统特色学校三百所 完善五级体育训练竞赛机制 确保人人有项目 班班有队伍 月月有赛事 校校有品牌 认真落实作业管理相关规定 让学校的责任回归学校 让家庭的责任回归家庭 加强睡眠 手机 读物 体制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 增强学生承受挫折 适应环境的能力 坚决做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顿工作 把学生从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出来 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 统筹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改革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021年 我省将建946个农村中小学厕所 安排4亿余元专项资金支持各式统筹 用于中小学厕所建设改造 今年我们准备建设946所农村中小学厕所 我们要加强优化学校的布局调整 消除大班额 我们着力来破解城镇级乡村弱这个难题 此外 十四五期间 我省将深入实施本科教学改革15条措施 全面推进教考分离和学分制改革 围绕数字辽宁制造墙省建设 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 着力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对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出台我省贯彻落实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稳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确保三加一加二新高考平稳落地 启动全省中考改革 本台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